俄乌双方发起新一轮的袭击 乌军持续炮轰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以及俄控敦涅茨克地区 而俄军的报复式反攻 也是严重挫败乌克兰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也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 郑昊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郑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杨紫 您认为俄乌双方的大规模炮击 会对局势造成哪些影响呢 俄乌战争呢 已经快要到第十个月 那么在过去的两天呢 一个焦点就是乌克兰 对俄罗斯的众生实施了打击 特别是对库洛斯克 梁赛 还有萨林科夫 这三个地方的俄罗斯的空军基地 发起了无人机的一个袭击 虽然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公开的承认 袭击是他们造成的 但是呢 毫无疑问 这三次的袭击和这个基辅 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态势呢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个呢就是莫斯科肯定会对乌克兰的 对俄罗斯的纵深空军基地的打击 进行大规模的报复 而实际上呢这种报复已经开始 那么未来数天或者是数周 虽然俄罗斯它的导弹的库存 可能呢会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但是呢他们会集中现有的兵力和这个弹药 对包括基辅在内的重要城市 发起新一轮的大面积的一个打击报复 这点呢基本上可以肯定 那么我关注到呢就是现在有外电报道说 有可能莫斯科呢在规划对基辅的核心地带进行打击 那么这个所谓的核心地带大家都知道 恐怕呢就是指的是乌克兰的总统府 包括议会这个所在地 那么呢这个是在基辅的市中心 另外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 在这个乌克兰进行了空袭之后 华盛顿在昨天第一时间也撇开 这个和乌克兰这次袭击的所谓的关系 那么白宫的发言人普莱斯就说 他们并不鼓励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纵深发起攻击 那么实际上呢 华盛顿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无非呢是要撇清和乌克兰的这三次的袭击的有关联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提供相应的情报 乌克兰呢是很难在他现在的这种兵力 这个武器装备的情况下 对俄罗斯众生进行打击的 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他的基本的一个动机 就是说呢要撇清和乌克兰 联手对俄罗斯进行打击 那么实际上呢美国的这种做法 显然是非常不地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北约一直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严重 把乌克兰的人民的生命完全不放在眼里面 那么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乌克兰在前线作战最终的来打败俄罗斯 他们在背后进行军援和资金的援助 但是呢当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纵深的打击 又面临着有可能遭受莫斯科的报复的情况下 那么美国又在第一时间撇清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关系 其实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是为美国自己的利益 但是呢却把乌克兰的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这个生命完全堵制之外 所以呢这两方面 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都要与密切的一个关注 特别是北约美国在下一步 如何来协助乌克兰 而莫斯科又会采取哪些大规模的报复的行动 那么都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 杨思 了解 也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